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是儿子多少次跟我们要钱了 可我们却又不得不被他拿捏住 谁让我们是孙子奴 儿子一番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的说辞 终究还是打动了我和老伴 于是我们承诺儿子换大房时 再拿二十万资助他们 儿媳妇乐得笑开花 当即表示要带我们劳两口出去旅游 散散心 犒劳下这些年的辛苦付出 虽然马上要大出血了 但想着能和儿子一家三口出门游玩 这二十万又觉得值得了 我叫宋梅英 今年五十六岁 常住儿子家带孙子 以前一群老姐妹老同事 总是约我一起旅游 可我总说舍不得孙子 要么就是没时间 反正在外人看来 对儿子一家三口极其大方的我 却对自己极其抠嗖小气 别说外地旅游 就连儿子本地城市游 都要犹豫再三 不是我们不想去享福 而是我们享受不起 每每想到儿子的诉苦哭穷 想到孙子要吃苦受罪 我们就开始愧疚起来 转而又把劳两口的所有退休金 全都花在孙子身上 儿媳妇一怀孕 我刚退休 儿子就邀请我去他家 说让我伺候儿媳妇的一日三餐 再伺候儿媳妇的月子和孩子 儿子有求于我 我自然是巴布的 没有半分犹豫 很快就收拾行李去了儿子家 从此以后 我俨然就成为了儿子家的免费保姆 和自动取款机 儿媳妇生下孩子后 就撒手不管 把孩子的一应事情全丢给我 小到吃喝拉撒睡 大到买尿裤和奶粉 儿子儿媳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全让我一个人掏钱了 掏得次数多了 我那点老本也被掏空了 可儿子儿媳妇却没有人主动给钱 我脸皮子薄 自然也不好开口 跟儿子要钱 只能跟远在老家的老伴要生活费 一次两次都是如此 老伴也有些生气 责怪我是打肿脸充胖子 自讨苦吃 可我也没办法 每每看到乖巧又可爱的小孙子 我哪里还有心思去斤斤计较 于是我在儿子家花的钱 就越来越多了 刚开始是家里每月生活费 到后来是孙子的一应开销 如今就连儿子的房贷 也准备让我来接手 我在儿子家越呆越觉得吃力无比 根本吃不消 儿子儿媳妇要求高 非牌子不用 非贵的不买 到最后 这些开销全都落在了我的头上 儿子儿媳妇却拿着自己的工资 潇洒快活 越越光 原本儿子再次提出换大的学区房 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他们的婚房才买几年 就又迫不及待买第二套房子 如果儿子有本事 我自然也不会多说什么 奈何儿子口气大 能力小 翻箱倒柜之后 也只勉强拿出二十万块钱 我看不得孙子受苦 就承诺到时会出二十万 儿媳妇一个激动之下 直接提出要带我和老伴出去旅游 犒劳犒劳我们的辛苦付出 我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 还特意叮嘱了老家的老伴 要早点赶到儿子家 大家一起出发旅游 直到出发前夕 我无意听到儿媳妇和亲家母的通话 我才明白自己再次被人当冤大头来宰了 亲家母气冲冲打来电话问责 说你怎么带公公婆婆旅游 却不带自己的亲生父母旅游散心 儿媳妇一边赔罪 一边安抚着亲家母 妈 我们也是没办法 要不是答应带公婆出去旅游 我们从哪里拿到这么多首付 给弟弟买婚房 我当即一夜 儿子儿媳妇买房 难道不是为了我的大孙子吗 如果是为了儿媳妇的弟弟买婚房 那跟我出钱 帮儿媳妇父母养儿子 又有什么区别 我没有当面拆除 而是决定将计就计 既然儿媳妇都舍得大出血 那我们也就不需要再客气了 出门旅游的这几天 我可尽地满足自己的愿望 什么贵的买什么 什么好看好玩的 也绝不吝啬门票 我的二十万还没交到他们手里 儿子儿媳妇自然是把我们给供起来哄着 生怕我们出儿反儿 至于旅游花销多少 任凭儿媳妇明示暗示多少回 我都洋装不知 开什么玩笑 儿子儿媳妇请我们去旅游 却还得我自己买单 这岂不成了 我自己花钱请自己玩了 见我没有如以往那般 主动报销旅游经费 儿媳妇就在家跟儿子摔摔打打 嫁吵了一回又一回 而我愣是没有妥协 甚至还收拾行李 跟着老伴回了老家 儿媳妇爱闹腾 那就让他们自己闹腾去吧 至于承诺好的二十万 我也一并取消了 儿媳妇有本事当伏地魔 扶贫娘家 自然也不再需要我们的钱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叔叔阿姨 这间就是主卧 面积大 采光好 有独立卫生间 你们以后住起来 肯定很舒服 这床垫也是我和轩轩精心挑选的 对你们老年人的腰椎特别好 男朋友周家明的声音 源源不断地传入我耳中 让我一度怀疑 他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他口中的叔叔阿姨 正是我爸妈 另外还有一只手插着兜 一只手抽着烟 在我新买的房子里四处打量 时不时露出嫌弃表情的 是我那一事无成的亲哥林涛 以及周家明的女助理 也是他的高中同学赵亚男 事情还要从昨天我生日说起 我和周家明 是三年前在国外认识的 他长得高大帅气 性格好 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 相恋后 对我也是温柔体贴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 原本是打算定居的 可他不行 他在国内还有他妈妈 所以上个月 我陪他一起回国 准备结婚 昨天是我回国后的第一个生日 周家明说他给我准备了惊喜 我期待了许久 结果去了他家才知道 他口中的惊喜 竟然是把我那重男轻女 早就断绝关系的父母 和不务正业的哥哥接来 每其名曰一家团聚 见到这三个人 我当时就愣住了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想起的 曾经在原生家庭中遭受的苦难 一幕幕无比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中 他们对我非打即骂 把我关在猪圈里 不给饭吃 我五岁时就要洗全家人的衣服 可七岁的林涛 可以什么都不做 尽情地跟同龄的小朋友玩 他们不想让我上学 每次交费都要我跪下来求 然后听他们在我耳边反复念叨 八百遍对我的恩情 才会不情不愿地把钱拿出来 十四岁那年 我被选中去参加跳水比赛 意外夺冠 有个教练觉得我很有天赋 破格把我招进省队 进行专业训练 他说我会站在世界的巅峰 我也对自己很有信心 在后面大大小小的比赛中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可当我即将要升国家队时 却被我爸林大贵 用扁单打断了小腿 他恶狠狠地骂道 死丫头骗子 你这辈子 休想逃出老子的手掌心 还光宗耀祖 你配吗 我妈王秀英 更是怨怪苍天不公 为什么有天赋的 不能是他儿子 他们折断了我的翅膀 让我再也飞不起来 只能永远困在他们身边 用血肉为他们的宝贝儿子铺路 可是我不服气 不甘心 凭什么我的人生这么辣 所以在我高中毕业 他们坚持不让我上大学 还要把我嫁给五十岁老头子 换彩礼时 我跑了 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里 偷偷拿上所有证件 远渡重洋 我在国外一边打工 一边完成学业 虽然也是吃苦受累 却比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家里 开心得多 我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 毕业后我更是投身热爱的美容行业 逐渐事业有成 后来国内外信息通畅了 一些七大姑八大姨居然联系上我 在电话里对我一通指责 骂我不要脸 为了个野男人 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要 骂我是天打雷劈的不孝子 那时我才知道 原来爸妈在我逃走后 一直造我黄瑶 他们把自己塑造成 无私奉献的父母 供我吃供我穿 还供我读书 而我就是那样不熟的白眼狼 说我从小就会勾引男人 当初能进省队 就是勾引了教练 还说我在高中期间 和班里好几个男生 都不清不楚 跟男老师也上过床 还为他们怀过孕 打过胎 我相信但凡是个正常人 都无法想象作为父母 这样去污蔑自己的孩子 是出于何种心态 关键这些我都跟周家明说过 他将我紧紧抱在怀中 在我耳边温声安慰 坚定地发誓说会保护我 不会再让我受到伤害 可如今他又在做什么 他替我原谅了那些伤害我的人 手机上的聊天记录 停留在昨天 我愤怒离开后 给周家明发的 让他把人从哪街来的 就送回哪里去 他回了我一句 我会安排 原来这就是他的安排呀 亏我还对他抱有一丝希望 呵呵 真可笑 此刻赵亚南正不遗余力地 在林大贵和王秀英面前 夸奖周家明 叔叔阿姨 你们真是好福气 家明哥这样孝顺 懂事的好女婿 你们劳两口以后啊 就等着享清福吧 说完又好像才看到我似的 陪着笑脸补充道 当然 也是萱萱姐足够优秀 才能被家明哥看上 不是我说呀 萱萱姐 一家人哪有隔夜愁的 家明哥可是一片好心 他们毕竟是你的血亲 老话说得好 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赵亚南自觉说得很有道理 用眼神去寻求周家明的认可 周家明小鸡灼米式地连连点头 见我脸色不好 他像往常我生气时那样哄到 好了亲爱的 他们已经知道错了 以后会对你好 让你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王秀英立即表态 对对对 你也是我们亲生的 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们怎么可能不心疼呢 我跟你爸还有你哥 可都惦记着你呢 生怕你在外面过得不好 林大贵故作埋怨 你这丫头气性真大 一句话不说就跑了 害得我跟你妈到处找你 他演得真像个 关心女儿的好父亲呢 可眼底的嫌弃和算计 却是怎么样都藏不住的 林涛倒是直白许多 他眼底竟是贪婪 说 没想到你在国外混得这么好 以后哥就靠你了 我的好妹妹 赵亚南很自然地接话道 都是一家人 说这些客套话 可就见外了 嘉明哥你说是不是 是啊 兄弟姐妹之间 就应该互帮互助 家和才能万事兴 没等周嘉明把话说完 我这边拨出去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喂 太出所吗 我要报警 有人私闯民宅 请你们尽快过来 地址是 下一秒 周嘉明冲过来 把我手机抢走 迅速挂断电话 然后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他微微眯起的眼睛里满是不解 林轩 你怎么能这样 他们是生你养你的亲爹妈呀 听到周嘉明问出这话 我顿时生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所以我曾经跟他说我受了多少苦的时候 他全当我是在放屁吗 还是打心底里就没有相信过我 我提高音量 可他们是怎么对我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你就不能大肚点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他们生你养你一场 难道你不该感恩吗 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 真的会笑 他这话说的 跟那些打电话来骂我的凡人亲戚 简直一模一样 就像统一培训过似的 赵亚南接过话来 是啊 做儿女的 哪能继父母的仇 你这条命 都是他们给的呢 他眼底挑适的意味十足 王秀英留下了鳄鱼的眼泪 他用袖子边擦边说 别吵了 你要是不欢迎我们 我们走就是了 就让我们这把没用的老骨头 将来死在家里 臭了都没人管 林大贵也在那里哀声叹气 好像是我做了对不起他们的事 林涛则是揣着手 扯着长长的尾音嘲讽 长大了翅膀硬了 挣俩臭钱连爹妈都不认了 周嘉明想去安慰王秀英 被赵亚南懂事地抢在前面 他顿时看人家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我想起昨天 周嘉明打开门 把林家三口荡成惊喜 带到我面前时 就说过这是赵亚南的主意 而据我了解 赵亚南家庭条件很差 家里还有个弟弟 他高中没毕业 就去打工 供他弟弟读书了 可是个无私奉献的好姐姐啊 跟周嘉明的姐姐周倩一样 没错 就连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周嘉明还有个姐姐 可我清楚地记得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说他是独生子 所以当我看到一个 比他妈还显老的女人 头发散乱 不修蝙蝠 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时 还以为是他们家请的保姆 周嘉明在国外学化几年 身边一直是有保姆照顾生活起居的 日常花销更是大手大脚 我以为是他家条件好 可回国后才发现 也不过是普通家庭 他爸没了 他妈有病没上班 整个家全靠他姐姐一天打三份工撑着 甚至做好饭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 就匆匆忙忙出门了 我想和他正式地打个招呼 都没找着机会 他就像个被按下开关的机器 一直不停地干活 在他脸上 我只看到沧桑和麻木 少在我面前装可怜 你们爱死哪死哪 滚都给我滚 厌恶和愤怒两种情绪到达顶端 我是一秒钟都不想再看到这些人 他们惺惺作态的样子令人反胃 林轩 周嘉明也怒了 叔叔阿姨上了年纪身体不好 正是需要你尽孝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赶他们走 你也太狠心了 我冷笑出声 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吗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周嘉明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我们结束了 周嘉明身体微僵 我手指着大门方向 你也滚 口口声声说着不欢迎他们 他们就走得邻家人 根本没挪动半步 只一味地哭哭啼啼装可怜 最后还是帽子叔叔和物业的人来了 才把他们弄走 临走前赵亚男都还在挑拨 你这人真是铁石心肠 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 是大不孝 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周嘉明看我的眼神中也满是失望 仿佛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 我要一边应付林家人的骚扰 还要不断接收他各种说教的信息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句 哪有当父母的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 林轩你想过吗 从小到大你不被家人喜欢 不被亲戚朋友喜欢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要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 你应该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我当时看完这条信息都笑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他爹味这么重呢 爱情真是让人盲目啊 还好没结婚 更可笑的是他还拿我跟他结比 他说都是一家人 骨肉至亲 谁多付出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就是太小气 太斤斤计较了 好好好 好在他还知道 他解释他们家里多付出的那一个 不过他享受的也心安理得 就像他说的 一家人 骨肉至亲 只要打上这两个标签 就可以轻飘飘地盖过别人的委屈 可是凭什么呢 凭什么付出的 受委屈的 永远都是家里的姐姐妹妹呢 这个问题 我也问过周家明 他给我的回复是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确实不合适 我又忍不住笑了 看吧 他心里明明什么都清楚 虽然有赵亚男处心积虑的挑拨 但事实上他潜意识里就觉得 家里的姐妹 应该为兄弟铺路 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把周家明拉黑了 几天后 我们共同的朋友小兰 发了张截图给我 我才知道他居然这么快 就跟赵亚男领证了 配图是红本本和他俩的亲密照 配文是 不是时间问题 也不是距离问题 原来只有对的人 才会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 合着跟我谈那几年恋爱 还差点因为异国问题分手 最后我主动妥协跟他回国 其实都是浪费时间 他俩才是对的人呗 喝 荒唐至极 我招呼门卫 不许放林家人进来 他们就别想纠缠我 即便在外面撒泼打滚 也没有用 折腾了几天 自觉没意思 也就消停了 当然也免不了 有些流言蜚语 在小区邻居之间互相传播 可我一点也不在乎 流言蜚语算得了什么 相比起来 那个家才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网上有句话说得好 只要我没有道德 道德就绑架不了我 因为我把周家明的电话拉黑了 所以当我接起一个陌生电话 听到他的声音时 还有些意外 他语气急切 林轩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妈 不要让他们再来烦我 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啊 我听得云里雾里 等他解释完才明白 原来林家那几个狗皮膏药 纠缠我不成 这几天又跑去找他了 他越说越气急败坏 他们是你爸妈 不是我爸妈 凭什么你妈病了 要我出钱给他治 还天天跑到画廊来哭闹 已经严重影响到 我的正常生活了 我听完只觉得好笑 回到 哦 那咋了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 你现在知道他们是我爸妈 不是你爸妈了 你自作主张 把他们接过来的时候 经过我同意了吗 我可管不着 你自己懒的事 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想把麻烦甩给我 门都没有 周嘉明还在电话那头 喋喋不休 说他一番好意 全为了狗 被我不耐烦地直接挂掉 看来得换个电话卡了 我有勇气和压迫 我的原生家庭 断得干干净净 也就有勇气 放下这段三观不合的爱情 我要做自由翱翔天际的鹰 没有什么能束缚我 让我没想到的是 几天后 我去画廊找闺蜜安娜吃饭 好巧不巧的 竟然碰见了周嘉明 顿时就有种出门 踩到狗屎的晦气感 同时还有疑惑 他不是被安娜炒鱿鱼了吗 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 还没等我搞清楚状况呢 周嘉明就已经走到我跟前了 他脸上带着莫名的惊喜 眼底却是一切尽在掌握的自信 萱萱 我就知道你会来 他一开口 我就更猛了 啥情况 他完全没看出我的不解 继续喋喋不休道 你说你也是够任性的 怎么能拿工作这么重要的事 来跟我赌气 算了 我不跟你计较 你赶紧去找安娜说清楚 这下我总算是摸到一些头绪 脱口而出道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和安娜的关系了 像当初我和周嘉明谈恋爱 就是冲着结婚组建家庭去的 他必须要回国 我妥协了 他还必须要在国内 有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工作 刚好我闺蜜安娜就在国内有间大型画廊 为了成全我的爱情 他高价签约了周嘉明 这些事都是我背地里做的 并不打算让周嘉明知道 亏我还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呢 所以他觉得他被开除是我的原因 是我让安娜这么做的 你来都来了 还问这个干什么 我们是情侣 你的资源不就应该给我用吗 干嘛藏着掖着 他还委屈上了 随即又换上安抚的口吻 企图伸手来搭我的肩膀 好了 我说过的 只要你帮我解决好工作的问题 我愿意继续跟你保持恋爱关系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 不然 怎么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不懂 只觉得炸裂 几乎是下意识地躲开他的触碰 你有病吧 你都结婚了 还要跟我保持恋爱关系 他把我当什么 情人吗 而且他说的好像利益交换似的 我短信上不都说了吗 萱萱你就别装了 我知道你放不下我 毕竟我们是有感情的 他急切地想要靠近我 打住打住 我双手抵在胸前 什么短信 我之前那个手机号停用了 没有收到过你的任何短信 你被安娜开除也跟我没关系 你自己做了什么心里没数吗 我当然可以让安娜开除她 不需要任何理由 但我没那么做 因为没必要 她之所以被开除 完全就是她自己的问题 她急功近利 为了跟别的画家抢单子 得罪了一个大客户 安娜跟我说起的时候 那个一言难尽啊 她就没见过这么没下线的 竟然天天跑去堵客户的门 尤其是赵亚男 没有半点专业知识 就会死缠烂打 严重影响人家的正常生活 人家又不是做慈善的 不会因为你可怜 就买你的画 这也是安娜的画廊 开了这么多年来 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给她整得都没脸在圈里混了 再加上周嘉明 对我做的那些荒唐事 也算是Buff叠满了 安娜忍无可忍 就给她开了 周嘉明脸上 有一闪而过的心虚 随即又好像找到 什么漏洞似的 情绪突然激动到 我不信 要是没收到短信 你又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萱萱 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好吗 你心里是有我的 我承认跟赵亚男领证 是有些冲动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 开放式婚姻在国外 很常见的 我不介意 很好 她成功地恶心到我了 我突然意识到 在国外相恋的那段日子 就好像生活在象牙塔里 没有家长里短 没有柴米油盐 被所谓的爱情蒙蔽双眼 以至于根本没看清周嘉明的为人 她想回国的时候 就说她内心还是个传统的人 要落叶归根 要成欢西夏啥的 现在为了保住工作 又说要和我维持婚外恋关系 她还不介意 好像受委屈的是她一样 要不是安娜带着保安来得及时 我的巴掌就要扇她脸上了 什么人呢 跟安娜吃饭的时候 才听她说起 她从一开始 就看出赵亚男对周嘉明的感情不一般 偏偏周嘉明也没有半点边界感 对于赵亚男的嗜好 从不拒绝 画廊里早就传出他俩的绯闻了 我猛地想起来 回国后第二天 周嘉明去参加同学聚会 回来就一直跟我念叨赵亚男 他那时的眼神和语气中 分明夹杂着一丝眷恋与不舍 难怪他坚持要让什么都不懂的赵亚男 给他当助理 还跟我说是觉得他可怜 我看你长得跟那个赵亚男 有几分相似 该不会是网上流行的那种 白月光和替身吧 安娜半开玩笑道 我顿时浑身一僵 随即爬上来一股又黏又腻的感觉 就像活吞了几只绿头苍蝇似的 恶心的饭都吃不下了 等我回去插上之前的电话卡后 果然收到一连串来自周嘉明的信息 他先是骂我卑鄙无耻 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报复他 大言不惭地放了好多狠话 结果不出三天就来跟我道歉了 还回顾了过去的点点滴滴 以及那些没有十年脑血栓 都想不出来的炸裂发言 看得我眼前一黑又一黑 更离谱的是赵亚男居然也跑来找我 对我一通说教后 竟然大方帝表示 可以和我共事一夫 好一对颠工颠婆呀 难怪他俩能看对眼 我只能说退退退 一个月后的中秋节这天 是周嘉明作为女婿 第一次正式见赵家父母的日子 本该是他亲自提着礼物 去赵家拜访的 可赵亚男说他父母都没进过城 一直想来大城市里看看 就提议把家里人都接过来 周嘉明自然是没有不答应的 心里又比较了一番 他的妻子赵亚男和前女友林轩 果然还是亚男孝顺 性格温柔 不像林轩那么铁实心肠 自私自利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可当房门打开 乌泱泱的一大群人涌进来的时候 他愣住了 干净的地板瞬间被一个个黑漆漆的脚印覆盖 几个房间轮流参观一圈下来 就弄得到处都是垃圾 沙发坐不下 好些人都站着 一眼看过去 全是黑压压的人头 嘈杂的声音 仿佛要将天花板掀起来 他妈端茶 倒水都来不及 被指使得团团转 周嘉明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赶紧把赵亚男拉进房间 问 你家里不是只有你爸妈和弟弟吗 这些人都是谁呀 你也没说要来这么多人啊 赵亚男抱歉地笑笑道 都是我娘家那边的亲戚 听说我嫁了个好人家 就想来认认门 可是 结了婚就是一家人 亲戚们以后逢年过节都要走动的 周嘉明默默把没说出来的话咽下去 想着还得打电话给酒店 再订上两个大点的包间 不然可真要闹笑话了 外面一群人聊得热火朝天 除了赵家人 大部分他都不认识 听到赵亚男的未来弟媳 管另外一对中年夫妻叫爸妈 他又忍不住问 你弟弟的女朋友来就算了 怎么连他爸妈都来了 就算将来是亲戚 跟他家也没那么亲吧 更何况现在昏冬没结 咋就好意思上赶着跑来的 还在他家指手画脚的 说什么要让姐姐姐夫 也给他们在城里买一套这样的房子 房子是说买就能买的吗 怎么说的好像买白菜一样容易 赵亚男却丝毫不觉得尴尬 那不是为了让他们看到 我这个当姐姐的嫁得好 他们也能放心地把女儿嫁给我弟呀 周家明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赵亚男已经开始催了 家明哥 你答应给我的二十八万八彩礼 准备好了吧 快拿出来呀 亲戚们都等着看呢 你都不知道 他们有多羡慕我嫁了你这样 有能力 有担当 又出手大方的好男人 他手臂挂在周家明脖子上 踮起脚尖 在他唇边巴唧一口 周家明立即沉浸在夸赞中 赵亚男提出要彩礼时 他俩才刚领证没几天 正是你弄我弄的时候 他自然是没有不答应的 别人有的 他心爱的人也要有 而且还要更多 所以他大气地在原本十八万八的基础上 又添了十万 虽然他都理一个子没有 多年来也对钱没什么概念 跟他妈妈说完后 妈妈似乎也有些为难 但为了他的面子 还是点头了 在他看来 这点钱他妈妈不至于拿不出来的 就算妈妈没有 不是还有他姐姐吗 就当是借姐姐的呗 等他以后挣钱了 还上就是 可前两天他竟然听到 姐姐为了这事 和妈妈吵架 他当时就有种说不出的失望 他姐怎么也和林轩一样了 都是一家人 有必要计较吗 给妈妈都气到说不出话了 他姐才勉强答应去想办法 他心里想着 等这是过了 一定要好好说说他姐 可是姐姐怎么还不回来 不会在这关键时刻掉链子吧 周嘉明心里难免焦急 却依旧拍着胸脯道 放心吧 我什么时候对你食言过 你先出去招呼着 我和妈一会儿就出来 赵亚南这才笑嘻嘻地出去了 周嘉明赶紧跑去找他妈说彩礼的事 她妈只得着急忙慌地拿出手机 给周倩打电话 嘴里还抱怨着 要彩礼就算了 怎么还有这种破规矩啊 我就说干嘛来这么多人 感情是怕我们赖账 乡下人就是心眼多 早知道还不如娶林轩呢 至少她没那么多事 还不要彩礼 听着她妈妈的碎碎念 周嘉明心底无端涌起一阵烦躁 她还从来没为钱这么焦虑过 死丫头 怎么也不接 话音未落 周倩就回来了 两个人四只眼睛 齐刷刷地落在她身上 眼底满是殷切的期盼 可结果是周倩没搞到钱 这些年 她为了供养 她妈和周嘉明 已经活得没个人样了 先是结了两次婚 都因为婚后 她妈无下限地索取 男方实在受不了离了 然后就是无休止地工作 她吃苦受累 挣得每一分钱 都被她妈牢牢攥攥在手里 她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一双新鞋子 基本都是捡她妈剩下的穿 就连卫生巾 都是按金撑的 即便这样 还是抵不住周嘉明 在国外的花销 她妈就逼着她向银行贷款 向朋友借钱 她负债累累 被银行列入 失信人员名单 不会再贷款给她 朋友也被她借怕了 躲她跟躲瘟疫似的 她实在凑不出 这二十多万巨款 而正如她意想中的一样 立马就得到了她妈一顿指责 废物 没用的东西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你存心想让我们老周嘉丢脸是不是 她边骂边用手指头 重重地戳在周倩的太阳穴上 恨不得给她戳个洞出来 周嘉明插着腰 因为没钱而生出烦躁的情绪 冲击着她这个大艺术家 敏感的自尊心 她也忍不住数落她姐 你在搞什么 工作这么多年 一点存款都没有吗 你钱都花哪去了 有那么一瞬间 周倩就要忍不住喊出来了 但长时间的压抑 已经形成了一种可怕的习惯 让她放弃反抗 放弃挣扎 只是默默地低着头不说话 心底一片死寂 没办法 周妈只能咬牙 把仅剩的几万块存款拿出来 这钱本来就是她存着 给她儿子结婚用的 一开始结婚对象是林轩的时候 她偷偷高兴了好久 因为林轩什么要求都没有 不办婚礼 不要彩礼 也不买三斤 更不用买车买房 只简简单单领个证就好 根本花不了什么钱 可现在 这点钱就是杯水车薪 好好的儿媳妇 怎么就换人了呢 她也是越想越气 最后把一切过错 都推到赵亚南头上 都怪那个狐狸精 花言巧语勾引她儿子 最后还是周家明 又是在课大上申请贷款 又是打电话找朋友借 忙活半上午才勉强凑齐 一打打红彤彤的钞票 推到岳父岳母面前 还没等二老过手呢 就被她小舅子赵辉 一把搂在怀里 我的 都是我的 哈哈哈哈 赵辉十分激动 矮胖的身体都在颤抖 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看到岳父岳母满意点头的样子 周家明心里沉甸甸的 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 丝毫没觉得轻松 努力大半天 好不容易凑到的钱 还没午热 就到了别人手里 她有种被人光明正大 打劫了的错觉 原来自己掏钱的时候 这么不爽啊 看着眼前的赵家人 她突然觉得很诡异 怎么从他们身上 看到了林轩父母 和哥哥的影子 想到赵亚南说过 她父母也会给陪嫁 周家明心里才好受点 对于姐姐没给她拿钱 害得她紧要关头 到处求人借钱这件事 她是非常生气的 她从来没有为了钱 这么低声下气过 实在是把她这个 艺术家的脸都丢尽了 她在国外学画三年 拿着顶级画廊的 高薪合同回国 怎么不算衣锦还乡呢 同学聚会时 谁不羡慕她 吹捧她 结果一转头 就去找人家借钱 痛快答应 借的都还好 那些推三组四找借口的 指不定在背后怎么说她 看不起她呢 她以后都没脸见人了 所以趁着晚上赵亚南带她家亲戚 去逛商场了 她和她妈把她姐向踢斗地主似的 狠狠踢斗了一顿 她妈甚至给了她姐一记耳光 她虽然觉得有点过分 但也没有阻止 同样是挣钱 怎么林轩就能买车买房 而她姐却这么废物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第二天 周家明在面试的时候 被赵亚南夺命连环扣 叫去了一家美容院 等她到了才发现 美容院是新开的 而老板正是林轩 她依旧是她印象中 干练 大方 明艳照人的模样 完全没有因为恋情的失败 受到任何影响 她的美容院 也是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 一看生意就很好 而她是被紧急叫来付钱的 因为赵家亲戚们 做了好些项目 尤其是她小舅子的女朋友 做的都是贵的 结账时赵亚南钱不够 她只好掏出信用卡结账 彩礼二十多万 请客吃饭大几千 昨晚买东西 也是一两万 今天又做美容 怎么哪哪都是钱呢 工作工作没找着 钱却哗啦啦的 如流水一般花出去 难道她选赵亚南 真的选错了 不 不可能 那是她少年时期 就小心翼翼藏在心底的人啊 会好的 以后都会好的 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一连半个月面试都没什么结果 周家明也有了一丝危机感 她知道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想来想去 她还是觉得与其给别人打工 看人脸色 不如像林轩那样 自己开个画室当老板 正好用亚南的赔价 当启动资金 她打听过 一般来说女方赔价 都是在嫁妆的基础上 再添上一些 那少说 也有三十多万 不够的 就再找她妈想办法 我忙着美容院的生意 从来没有刻意去关注过周家明 可是好巧不巧的 又遇见了 这次是他们一家三口 十分钟前 我路过眼前这家快餐店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出来 便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 是周妈在跟一个大富贤贤的中年男人 推销自己的女儿 说她女儿勤快能干 吃苦耐劳 好像超市里的推销员 推销商品似的 那叫一个热情 还一口一个好女婿的 叫着那个看起来和她年龄差不多大的男人 说只要彩礼到位 马上就能领证 今年结婚 明年她女儿就能给她家生个大胖小子 那一举一动 得跟人贩子似的 要不是认识他们 我都要报警了 谈得最多的还是彩礼 双方像做生意似的讨价还价好半天才终于商定下来 男人满意地先行离开 只等到约定好的日子 再上门交钱拿货 周家三口出来的时候 周妈挽着周家明的胳膊一脸开心 她得意地要公道 我就说这事能成吧 这下好了 等工作室开起来 我儿子就是大老板了 谢谢妈 还是妈对我好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 周家明嘴巴像抹了蜜似的 把他妈哄得更开心了 母子俩完全忽略了像幽灵似的 跟在他们身后的周倩 她嘴巴张张合合 小声说了好几次话 都没有被听到 我不嫁 终于她扯着嗓子吼了出来 咬着牙握着拳 面色凝重 像是用光了所有的勇气 周妈一张脸顿时沉了下来 伸手就去揪周倩的耳朵 死丫头 你想造反呢 这事可由不得你 妈 我求你了 别把我嫁出去行吗 我可以挣钱 话还没说完 周妈抬手就是一巴掌 重重地打在周倩脸上 大骂道 废物玩意儿 你挣那点钱 顶个屁用 你要是个有本事的 我和你弟也不用这么发愁了 你还不嫁 看看你现在这富贵样子 有男人肯要你就不错了 你是当姐姐的 就应该帮衬弟弟 周妈沉浸时骂人 根本没有注意到 已经走到我面前了 还是周家明最先看到我 那一瞬间 她脸上的表情急速变化 有震惊 有尴尬 还有难堪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一家人 周家明 你比我想的还要虚伪 趴在你姐身上吸血 都成习惯了吧 吃人不吐骨头 你比恶鬼还可怕 我没碰上就算了 既然碰上了 还是忍不住要说两句 我算是看明白了 像周家明这种 原生家庭中的既得利益者 他心里其实都清楚 只是不承认罢了 打着一家人 就应该互帮互助的旗号 光明正大的剥削别人 他甚至都不用亲自出面 自然有人上赶着帮他 一股恶寒 从脚底窜上心头 此刻 我无比庆幸 自己当年足够果断 跑得足够快 不然我大概率 也会是跟周倩一样的下场 我说完转身就走 周家明下意识地追上来 语无伦次道 我没有 你别乱说 是我姐她自己愿意的 她可不像你那么冷血无情 她 没等她把话说完 我已经走远了 我才没耐心听她狡辩 我不聋不瞎 自己会听会看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满脑子的都是周倩 那可怜的样 她那么单薄的身子骨 瘦削的肩膀 却承担着整个家庭的重担 听说她以前结过两次婚 想来跟这次的情况也差不多 都是拿她去换彩礼 贴补周家明 这是要把她吃干抹净的节奏啊 可惜别人家的事 我也插不上手 但我万万没想到 几天后 周倩竟然主动来找我了 从她口中我才得知 周家明为了给赵亚南凑彩礼 到处借钱的事 而周家明满心期盼的 要拿来做画室启动资金的赔价 却只是挤床半心不救的棉被 二十多万彩礼钱 都给赵亚南他弟买车了 一分也拿不回来 不然他也不会再次被他妈逼着嫁人 他还说了他的前两次婚姻 无一例外都是被强迫的 第一次是周家明高考失利那年 他妈把他嫁给了 有点家底的远房亲戚家的智障儿子 用彩礼钱把周家明送进了大学 第二次就是周家明大学毕业后 要去国外学画画 这哪里是结婚 这完全就是打着婚姻的幌子 做人口买卖啊 还不是一锤子买卖 即便周倩结婚后 他妈也没有放弃压榨他 各种问他要钱 最后都是南方家受不了离婚的 眼看着就要没开三度了 林小姐求你帮帮我 我能干活 什么都能干 我一定要离开他们 不然我会死的 周倩边说边朝我跪下 吓得我赶紧把他拉住 你别这样 有话慢慢说 此刻我还真拿不准 他想让我帮他什么 自是不敢轻易答应 耐心听他说完后 我也有些震惊 他竟然也想学我那样逃出国 他偷偷办了护照 还攒了点钱准备买机票 迷茫的眼睛里是难得的坚定 急切道 林小姐你人脉广 求你帮我介绍一份工作 做什么都行 只要能有口饭吃 也好过在那个家里 被吸一辈子血 他说的我心里一阵酸楚 这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事 也不值得他跪下来求 自己曾经淋过雨 所以也想为别人撑把伞 我拍着他的肩膀点头答应 没问题 机票我送你了 周倩走的那天 一连下了个百月的黄梅雨 终于停了 阳光穿透乌云 洒满人间 因为这时 我还特意打听了周家的动静 那后续也是相当的精彩 谁也没想到 赵亚男竟然提前找了周倩 那个相亲对象 连哄带骗 把商量好的彩礼钱拿走了 等人家来要人时 他们又交不出来 两边差点大打出手 最后相亲对象报了警 告他们家骗婚 然后呢 我好奇地追问 小兰接着说 自然是调解 把钱退给人家呗 只是这钱 进了赵亚男的口袋 想拿回来 怕是难了 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周家明到底哪根筋搭错了 竟然抛弃你 去跟那个伏地魔结婚 我不知可否地笑着 这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周家明也没想明白 他姐怎么就 不声不响地跑了呢 已经帮了他那么多次 为什么这次 就不肯帮他了呢 害得他平白无故地 又欠人一笔钱 还惹得周围邻居看笑话 果然 人性都是自私的 赵亚男倒是无私得很 可一门心思 都只有他那个弟弟 他拿自己的彩礼 给他弟弟买车就算了 居然把他姐的彩礼 也拿去 给他弟弟付了首付 直接毁了他开画室 当老板的梦想 他前两天 连门面都看好了 定金都交了 可面对质问 他还理直气壮 他是我唯一的弟弟 我不帮他谁帮他 你姐姐帮你可以 我帮我弟就不行 你不要太双标了好吧 再说了你 又没做过生意 这么多钱 扔进去 万一赔了怎么办 还不如给我弟买房呢 你踏踏实实找个班上 比什么都强 气得他当场就跟他吵起来 那能一样吗 我姐又没结婚 没有自己的家庭 怎么帮我都是应该的 你既然和我结了婚 就应该以我们这个小家为主 他没有半分心虚地 说完这话后 赵亚南却忍不住笑出来 你姐没结过婚吗 周家明 在我面前还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难怪林轩说你虚伪 赵亚南边说边不屑地摇头 轻蔑的表情 刺激到了周家明敏感的自尊心 他竟然忍不住动了手 本来只是轻轻推一下的 不知道是没收住力气 还是怎么 赵亚南的额头竟然磕到桌角上 人当场就晕了过去 被紧急送到医院 周家明脑子嗡嗡的 好在医生说赵亚南人没事 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晕倒是因为孕期血糖过低 赵辉听完忍不住给了他一拳 大骂他没中 不是个男人 竟然对怀孕的女人动手 他确实没想到 赵亚南有了他们的孩子 一瞬间所有的气都消了 只剩下深深的内疚 钱的事只能不了了之 何况赵家都把钱花出去了 等警方那边查到他姐的出境信息后 他彻底绝望了 只能答应给对方写欠条 事情才平息下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在心里磨算贷款 借款 还有信用卡 所有的加起来都好几十万了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现在姐姐跑了 老婆又怀了孕 他深吸一口气 看来只能放低姿态 继续面试找工作了 他这个艺术家 终于要为生活低头了 他已经选择性地遗忘了 赵亚南说的那些难听话 孩子都有了 以后会好的 他始终相信 天底下没有哪个当妈的不爱孩子 就算他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孩子考虑 只是当他每天 为了那几两 碎银忙忙碌碌的时候 还是会忍不住去窥探 林轩的璀璨人生 他出国度假了 他又开了分店 他买了别墅和豪车 他好像不会被任何东西束缚住 永远都那样自由洒脱 不像他 一结婚就被负债压弯了腰 被生活中的机灵狗碎 磨灭了所有的创作灵感 他才发现 没有姐姐的帮衬 真的好辛苦 赚钱怎么那么难呢 每天累得跟狗一样 还是没办法在规定时间内 还上贷款 无奈只能卖房 三年时间一晃而过 这三年我到处跑 终于把自己的美容院 做成了全国连锁 这次回来是参加小兰的婚礼 我以为最快也要到小兰的婚礼当天 才能碰到熟人 没曾想在自家店门口就碰上了顶着太阳 穿着玩偶熊 手里拿着一打传单的周嘉明 之所以能一眼就认出他 是因为他已经把头套取下来 放在一边了 有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 正扯着他的胳膊哭闹 而他完全没了耐心 边嚷嚷边把男孩用力推开 哭哭哭 就知道要钱 就知道哭 烦死了 闭嘴呀 再哭我打 他高高地扬起手 在巴掌落到男孩身上的前一秒 被冲过来的赵亚男一把拉住 并歇斯底里地吼道 你疯了 你敢动我折一下试试 我也愣了一下 原来这不是周嘉明的儿子 赵亚男的折 那就是他弟弟的孩子了 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起因是男孩想买个一百多块的玩具 周嘉明不让 他崩溃大喊 你说得容易 一百块 我发一天传单都没有一百块 日子还过不过了 赵亚男立马反唇相机 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 当初还以为你出国流过学 怎么说也是个海归 没想到是驴粪蛋子表面光 我这样是因为谁呀 还不是因为你那个毒鬼弟弟 你们一家子吸血鬼 我还要替你弟养儿子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才跟你结婚 我才是瞎了眼 才嫁给你这么个窝囊费呢 有本事离婚啊 离了我 看谁愿意照顾你那个残废的妈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都挑最难听的说 谁也不让着谁 在他们俩互相戳对方痛处的过程中 我也总结出了个大概 当初赵亚男怀孕之后 周家明和他妈还是很高兴的 为了还清借款 他卖掉了名下用他爸的赔偿金买的房子 原本买房的钱 是足够他在还完所有借款后 再在偏远点的地方 买个六十平的小两居的 结果赵亚男却把剩余的钱 拿去给他递赵辉还赌债了 害得他们只能租房子住 没过多久 赵亚男的弟媳也怀孕了 赵亚男竟然自作主张 把自己肚子里五个月大的孩子打了 一心一意地去伺候弟媳生孩子 因为这时 周家明他妈被气到脑浴血 至今瘫痪在床 赵辉虽然戒赌了 却也是个实打实的懒汉 游手好闲 一事无成 连老婆都跟人跑了 赵亚男就把侄子抱过来 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养 这都不说了 还要养着赵家所有人 把周家明都快榨干了 他以前大言不惭地说什么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儿女就该尽孝 一家人不能斤斤计较之类的 等他自己实践起来才发现 每分每秒都是痛苦 赵亚男骂过瘾了 抱着孩子离开后 周家明才看到我 他眼底满是惊喜 下一秒便冲上来拉着我 萱萱你终于回来了 萱萱我错了 我后悔了 我不应该那么说你 更不应该为了赵亚男跟你分手 我就是个混蛋 可我也是被赵亚男忽悠的 你原谅我好不好 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好在小兰的车来得及时 她疯狂地朝我招手 像是来劫狱的 我倒是很淡定 不好意思 借过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